观众朋友好 今天是美东时间11月11日星期六 欢迎您收看希望之声TV 新闻速递 我是亭芳 首先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 11月10日 纽约市长亚当斯的律师证实 在对亚当斯竞选筹款调查中 联邦调查局FBI特工本中没收了亚当斯的手机和一部iPad 亚当斯的律师约翰逊在声明中说 此事发生在周一晚上 市长立即答应了联邦调查局的要求 提交了自己的电子设备 声明称 市长没有被指控有任何不当行为 并将继续配合调查 纽约时报最先报道了这一事件 几天前FBI特工搜查了亚当斯竞选筹款人 萨格林在布鲁克林的家 此事导致了亚当斯取消了原定在华盛顿 与白宫官员会面的计划 转而返回纽约 亚当斯在本周三与媒体会面时 没有公布他的手机等设备被没收一事 并表示 不知道自己的竞选团队成员有任何不当行为 亚当斯在一份声明中说 作为一名前职法人员 我希望我的所有成员都遵守法律 并充分配合任何形式的调查 我将继续这样做 我没有什么可隐瞒的 纽约时报获得的搜查令显示 当局正在调查亚当斯竞选团队 是否与土耳其政府合谋 从外国接收隐秘捐款 综合法新社以色列时报9号报道 法国检方表示 一名法国网红模特儿当天在该国被捕 原因是他此前对哈马斯烧死一名以色列婴儿的报道 表现出轻视态度 在视频中 这名叫安瓦尔的网红问道 我想知道他们是否先加了盐和胡椒 以色列时报称 恐怖分子确实焚烧了一些受害者 包括儿童和婴儿 法新社报道称 安瓦尔针对上述报道 在当时的视频中说 我想知道他们是否先加了盐和胡椒 是否加了百里香 配菜又是什么 10号 法国内政部长达尔玛宁表示 已对安瓦尔提起刑事诉讼 法国检方说 他因为美化恐怖主义而受到调查 并于周四在巴黎被逮捕 另一方面 以色列驻法国大使称 安瓦尔的言论令人厌恶 以色列大使呼吁封锁他的社交媒体账号 法新社称 这段视频发布在安瓦尔的Instagram账号上 目前安瓦尔账号已经在9号当天无法访问 此外 8号 在以色列北部阿拉伯城镇纳赫夫 一名30多岁的妇女在WhatsApp上发布状态后 因赞扬哈马斯煽动恐怖主义而被捕 她的原文写道 今天早上我很自豪 我没有被遗忘 10月7号 上帝让他们获胜并保留他们 随后 以色列警方找上门来 向他说明了警方的调查结果 提交了起诉书 以煽动恐怖主义对她提出控诉 法院延长了对她的羁押期限 这名妇女当场就崩溃了 哭喊着声称自己无辜 警方最终将她和她丈夫逮捕 网友们大赞警方干得漂亮 呼吁将这个女人送入袈裟 过她喜欢的生活 跟她说你有两个选择 乖乖地蹲监狱 或者送回袈裟 不过近日 一位叫罗艾的穆斯林小伙的 灵魂拷问火了 网友们为她的勇气和清醒纷纷点赞 我们一起来听听翻译的视频录音 之前给大家介绍过有一位阿拉伯的穆斯林小哥 这是个大网红 这两条火 他是一个生活在瑞典的野门人 他的名字叫阿迈德 今天给大家再介绍 就是他最新发的一段视频 他在里边发出了一段灵魂拷问 他说 治一个清醒的穆斯林 他说 亲爱的穆斯林 世界都害怕我们 世界在嘲笑我们 世界都在为我们担心 他们的担心是有正当理由的 我们不能一直否认 现在是我们把伊斯兰恐惧症这个词冲进马桶 并开始面对镜子拷问自己的时候了 我们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 为什么世界上最大最猖獗的恐怖组织是穆斯林呢 恐怖组织为什么能够成功的利用伊斯兰教 来绑架动员数以千计的穆斯林呢 我们的那些领导人 我们的那些伊玛木和我们的宗教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为什么我们不断重复这些曾经让我们失望 并继续让我们失望的石器时代留下来的这些传统呢 世界现在已经把我们抛在了后面 当我们还停留在中世纪 阅读那些有关莫哈莫德和他的飞马那些故事的时候 伊玛木告诉我们要憎恨的那些异教徒 人家都已经来到了未来 你正在用你的手机平板电脑或者是电脑在阅读这篇文章 而这些都是由那些所谓的异教徒创建的 我们如此讨厌的那些异教徒 他们创造了治疗疾病的药物 而我们宗教的那个水晶球没有带来任何有效的医学 现在那些异教徒们已经向前迈进并前往太空了 而与此同时我们则困在中世纪的地球上 每个星期五都要去那些有毒的清真寺去背诵莫哈莫德的那些相同的章节和故事一遍又一遍 为什么所有这些书籍和教导都没有带来任何科学技术和医学的进步呢 1400年来我们一直在争论哪个教派是正确的 那个正确的解释到底是什么 谁是真正的穆斯林 而谁又是卡夫 我们怎样才能说服人们成为穆斯林 那今天到底为什么有人还想成为穆斯林呢 人们都害怕我们 人们都在嘲笑我们 人们都很担心我们 如果把以色列从西和西方从地球上抹除 我们仍然会像现在这么无知 我们仍然会继续互相伤害 所以别再指责别人了 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 我们面对镜子问问自己的内心 敌人并不在那里 敌人就在里面 非常精彩的一段演讲 LUAI哈麦德 AH什么哈麦德MED MED 大家搜一下他 这很有名了 这个应该说呢 因为他很短 这个你要说说的很深刻很完整 倒不至于了 但这算是一个灵魂拷问了 在自媒体这短小精悍的这么一些短小的时间里边 能发出这么多的诛心之问 我认为是很有触动的 我认为这包括中华文明 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 包括我们自己 其实我们也应该照着镜子来问问自己 9号普京访问哈萨克斯坦 出现了两件事 一 哈萨克斯坦总统讲话时 首次没有使用俄罗斯语 这使俄罗斯两次大外震动 二 普京讲话中念错了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的名字 当天普京及其随行人员在哈萨克斯坦遭到羞辱 在普京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期间 托卡耶夫出人意料地为俄罗斯代表团用哈萨克语发言 普京的随从们脸上都露出惊讶的表情 于是他们开始纷纷寻找播放俄语翻译的耳机 有网友说 乌克兰一战老毛子已经失去了元气 现在硬气不起来了 如果下一次又来个特别军事行动 谁受得了 还有说打脸就要当面打 在俄罗斯越来越衰弱的情况下 哈萨克斯坦是越来越不把俄罗斯放在眼里了 由于俄罗斯是想拉近两国关系 哈萨克斯坦这一做法应该是为了给访问定下一个基调 明确地告诉欧盟和美国 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的关系是无法拉近的 还有人说这是史诗般的 托卡耶夫向他们展示了 谁才是哈萨克斯坦的领导人 他说的是独立国家的语言哈萨克语 而不是侵略者的语言俄语 他值得赞扬和钦佩 也有人认为中亚几个斯坦当中 哈萨克斯坦是绝对的老大 无论是石油天然气储备 还是国土面积都隐居首位 在前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实际上一直都是采取拉拢的态度 来讨好哈萨克斯坦 但谁没有做老大的心愿呢 哈萨克斯坦早就想要独立成为中亚地区的老大 摆脱俄罗斯的影响了 美国陆军退上校安全政策专家牛舍曼 9日在英文大纪元刊文说 中共军力虽然还不如美国 但其攻打台湾是完全可能的 美国必须做好准备 文章说 常常听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个纸老虎 因此不会攻打台湾 而且无论如何 美国有足够的时间 在中共军队成为真正的威胁之前 做好准备 他还不是一个迫在眉睫的竞争对手 中共军队确实有很多问题 仅举几例 很多年都没打过仗 腐败 太多的孩子兵 中共海军无法在远洋作战 并且没有两棲作战的能力 这是最复杂和艰巨的军事行动 甚至中共领导人也抱怨和平病 由于中共军队几十年都没有打过仗 太多的高级军官 无法应付现代高科技战争的要求 也许是这样 但是在过去30年中 共产中国已经取得了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最大最快的军事发展 中共的国防运算 比它声称的2200亿美元要大得多 可能超过了美国的国防支出 中共海军在规模上已经大过美国海军 而且差距将继续扩大 美国海军每下水一艘军舰 中共就有五艘下水 而且还将更多的吨位和导弹投下了海上 北京也一直在加强其空中和地面军力以及导弹能力 包括超音速武器 有可能已经超过了美国的能力 它的核武力量终于使中国问题专家感到担忧了 他们多年来一直不当回事 中共知道它的问题 但其目标很明确 打败美国军队 并且艰苦训练以实现这一目标 它的军舰不是生锈的铁桶 是的 中共军队要攻击美国爱荷华州是很困难的 但这不是重点 的确 在超过中国边境1000英里外 中共的常规战力迅速减弱 但是它的陆基导弹很容易射到关岛和夏威夷 而且其军舰和军机更频繁地进入太平洋及其他地区 中共正在模仿美国 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个可利用的港口和机场网络 并且正在建造更多的燃油补给船和空中加油机 以及远程运输工具 以便在全球投放军力 5到10年后 形势将不容乐观 神不知鬼不觉 纸老虎在67年前实际上控制了南海 美国海军和空军可以经过该地区 甚至进行军演 但就像前市长朱利安尼清理糟糕的时代广场前 纽约警察来到时代广场巡逻 但当他们离开后 坏人又回来控制了广场 即使是现在中共仍在遮掩地 护送美国军舰和军机穿过南海 这些日子里 一名美国海军七逐舰船长在南海航行时 可能遭到十几枚反舰导弹 以超音速的速度攻击 它只有12秒钟的反应时间 但是当面对中共军队时需要记住 一支军队只需要在适当的时间 适当的地点 足够好就可以了 不一定要最好 回想1982年的福克兰战争 英国几乎在各个方面都超过阿根廷 阿根廷的硬舰大都老旧 许多军人没有战争经验 然而阿根廷几乎赢了 如果再有几枚500磅重的炸弹和鱼雷 炸成皇家海军的军舰 他们就赢了 英国当时还幸运的是撒切尔夫人担任首相 福克兰群岛距离阿根廷海岸 最近约200英里 台湾距离中国大陆仅有90英里 中共攻打台湾是完全可能的 对台湾的袭击不仅仅是两栖攻击 还将包括大量而精确的导弹攻击 空中和海上控制 侵略性的电子战 网络战 以切断互联网和通讯链接 第五纵队将在台湾制造混乱 中共还会通过核战争 威胁美国 中共已经为此准备多年了 当然 习近平他想通过不战而屈人之兵来征服台湾 很危险的自我安慰是 认为习近平和中共还不够强大 太懦弱 或者只是虚张声势 这是华盛顿甚至台北最常见的观点 同样的自我安慰发生在1950年 当时的专家至少在迈克阿瑟将军的总部中都说 中共军队不会越过鸭鲁江 但是他们错了 中共军队缺乏战争经验 但是适当的训练可以弥补这一点 而且不要忘记 美国军队中参加过战斗的军人也越来越少 他们中很多人也没有在海上与强大对手打高科技战争的经验 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经验与现代战争并不相同 而且这些战争也没有取得巨大成功 还需要认识到 中共政权已经对美国和西方进行了数十年的非武力战争 政治战 经济战 宣传战 收买精英 网络攻击 间谍战 化学分泰尼和生物战 是北京的超限战的一部分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弱化敌人 并摧毁他们的意志和抵抗能力 武力战争只是在需要时才会使用 美国不是有盟友吗 确实如此 即使军事能力参差不齐 政治利益并不总是一致 但有盟友对美国总是一个大好事 但是中共也有盟友 朝鲜 俄罗斯 伊朗 委内瑞拉 尼加拉瓜和古巴 南半球的大部分地区至少对中共表示同情 这些国家可能不总是中共的最好朋友 但是他们抱团可能会给美国及其盟友带来麻烦 就目前而言 他们的战略利益是一致的 日本经常受到俄罗斯和中共军机和舰艇的骚扰和环绕 最近 中共利用伊朗及其代理人哈马斯和珍珠党 让美国陷入中东战事 削弱了其在印太地区的力量 中共军队还在其他地方搞事 美国没有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 包括国防生产所需的东西 华尔街和美国商界每年继续为中共输血几千亿美元 实际上是为中共或军方提供资金 而中共企图将美国逐出印太地区 还是要回到要点 不要低估中共或中共军队 这不是华盛顿第一次低估敌人 萨达姆侯赛因不会击垮科威特 一旦我们占领巴格达 一切都会好起来 普京会袭击乌克兰吗 他不敢 中共不想要蓝色海军 他只想做生意赚钱 但是只有习近平知道 除习近平外 没有人知道他会做什么 但我们最好为最糟糕的情况做好准备 我们的领导人必须愿意损失一些经济利益 和遭受政治挫折 请记住 一支军队只需要在适当的时间 适当的地点足够好就可以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中共只需要选择一个地点和时间就可以了 并希望美国不断自我安慰 中共政权不敢发动攻击 今天的新闻苏地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亭芳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